大家好,我們是SushiPi 歡迎收看本期的桌遊雙周報 今天的周遊話題要來介紹的是 著名桌遊設計師丟蛋 繼上次第八期的雙周報 這次要來介紹兩位也是相當有名的桌遊設計師 沒有看過第八期的朋友可以點擊資訊卡去看一下喔 看過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溫故知心嘛 好,話不多說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的第一位桌遊設計師 Uwe Rosenberg 烏玫瑰山 是位德國的設計師 Runson是德文玫瑰的意思 Abroad是山的意思 哇,多麼的詩情畫意的姓氏啊 小姐你好,我是玫瑰山先生 我願意把山上所有和你一樣的美麗玫瑰 都摘下來給你 啊,多麼的羅曼蒂克 咳咳咳咳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這個偏題啦 這位烏玫瑰山呢 最著名的遊戲就是農家樂 在2008年9月打敗了蟬聯許久的波多利克 成為BGG遊戲榜的榜首 直到2010年3月才又被取代掉 農家樂這個遊戲啊 常常被戲稱為農家苦 因為遊戲的過程啊 真的是有點艱辛 想要治理好自己的農莊 還真的是不容易呢 玩家們便可以從遊戲中 體會真正農人們的辛苦 誒? 可是這個玫瑰山 他的作品是不是都如此的複雜艱辛啊 那可不見得喔 玫瑰山在5歲的時候就跟著他爺爺下夕央夕 16歲的時候就將他大部分的時間都投入在了遊戲當中 開始鑽研遊戲的機制 在大學時發表他的第一個作品 《仲豆》 是款融合東方文化的詩句遊戲 將討厭名的詩句融入其中 《仲豆》 南山下 草聖豆苗西 陳姓 李荒惠 戴月 啊不是不是不是 哎 又偏題啊 《仲豆》啊是一款2到7人的紙牌遊戲 過程中只需要播種豆子 收割豆子賣錢 成為最厲害的豆子大亨 這款需要稍微花點心思經營 但又不會太難的遊戲 這款遊戲使他斬頭漏腳 在他完成他的論文後 他就開始他的桌遊設計師生涯 他一開始設計的遊戲 都是屬於比較簡單且小品的遊戲 像是剛剛提到的《仲豆》 或是討價還價專家 一款類似橋牌的吃墩橋牌遊戲 不過到了後來 《玫瑰山》幾乎成了複雜策略遊戲的代名詞 他開始愛上一些規則複雜 有玩時間長的遊戲 他在受訪的時候說到 我喜歡策略遊戲 而且那是種沒有挑釁 沒有攻擊的遊戲 換句話說就是 我不喜歡我的回合結束時 別人可以用簡單的動作破壞我 上一回合的動作 這讓所有的思考都變得多餘了 因此我認為戰爭並不是 三人或三人以上遊戲的一部分 只有雙人遊戲才適合 他在2000年時 和其他幾位設計師共同創辦的 Look Out Games 公司 隨後他自己的多數作品 也都在這家公司出版發行 包含了他最著名的遊戲 《農家樂》 從他的作品當中可以看得出來 《屋》 《玫瑰山》 不僅喜歡策略遊戲 遊戲的主題也大多以鄉村這種純樸的風格為主 《眾動》 《洛陽城外》 《港渡秦農》 《雅樂大帝》 《洞穴農夫》 這些經典遊戲都不會脫離這種風格 如果說田園師派代表人物是孟浩然 那田園桌遊派的代表人 應該就是《烏玫瑰山》了吧 第二位要來介紹 什麼? 終於不是德國人了 哎呀真的太棒了太棒了 每次啊我都不會念德文 嗯... 這個人啊 哦原來是奧地利人啊 奧地利人也講德文啊 算了算了 還是有請Google小姐來念一下吧 Alexander Pfister 亞歷山大·斐斯特 是奧地利的桌遊設計師 著名的作品包含了 斯凱島以及蒙巴薩 這位斐斯特先生的名氣 或許沒有剛剛介紹的玫瑰山 來得廣為人知 不過他的遊戲卻是蠻多人知道的哦 2015年 也可以說是他設計師生涯當中最巔峰的一年 那一年他一口氣發表了四個遊戲 分別是女巫快遞、斯凱島、蒙巴薩 還有哦我的好貨 都是策略遊戲 其中又以斯凱島跟蒙巴薩 最著名 斐斯特因為這兩個遊戲而得到了德國年度遊戲大獎 行家獎等許多獎項 先來簡單介紹一下斯凱島 每個人都擁有一份卡卡頌 而斯凱島就是 菲斯特先生的卡卡頌 意思是指 每個人都會想要設計一個規則簡單 普及度高、板塊拼放的遊戲 這一個斯凱島剛好就是這樣的遊戲 斯凱島是蘇格蘭北部的一個地區 看封面那充滿陽光的氣息 以及裡頭板塊跟卡卡頌不同的美術畫風 最後再加上遊戲中包含了競標的成分 使得這款遊戲很快就紅遍了左右圈 也使得遊戲人開始注意到了這位設計師 過了幾個月後 斯凱特又發表了蒙巴薩 蒙巴薩是肯亞的第二大城市 也是肯亞的主要港口 它的歷史也跟殖民脫不了關係 遊戲時間合上標示著75到150分鐘 但實際可能遠遠不止的燒腦遊戲 你可能玩過像是黃玉爭霸這樣的排庫建築遊戲 但沒有玩過多重排庫建築遊戲 這款蒙巴薩不只要你建築一個排庫 每輪到你必須選擇其中一個排庫來使用 一次得顧及多個層面 還要去擔心自己是否來不及敲股票 總而言之就是玩完之後 可能大腦會有一段時間不能思考了 看完了以上兩位設計師的介紹 是不是對桌遊設計師又多了一份敬佩呢 我們謝謝這些設計與開發桌遊的人 使我們有這樣豐富的遊戲饗宴哦 如果你還知道什麼樣很有特色的桌遊設計師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哦 接下來是桌遊焦點 本次的桌遊焦點要帶大家看到的是150桌遊展 第一屆150桌遊展將盛大舉辦了 你說這個150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裡面所有的桌遊都只要150元 沒有刻意的渲染包裝 沒有過多的無用情懷 在這裡只呈現給你最豐富的構思與巧思 哇塞聽起來太棒了吧 每個品項都是150元 但兩張百元鈔票就可以買到好玩的桌遊 還有找零 這麼酷炫的活動怎麼能夠錯過呢 時間是2019年3月3號下午1點到下午7點 時間在台北市中山區一通街47號 布萊梅桌遊轉賣店 這項活動不僅可以讓桌遊用物美家裡的方式 更貼近普遍民眾的生活 也可以讓設計師跟玩家們有更多的交流方式 配合資訊可以參考螢幕上所示 想知道更多的資訊也可以上他們的粉絲專頁哦 好的以上就是本次的桌遊雙周報內容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可以按個喜歡 如果想收到更多的桌遊資訊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Switch牌桌遊雙周報 我們下下週見 拜拜